大家好,我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的老師,我叫羅展鳳。 上一次我曾經在這裡跟大家講解過關於電影預告片的音樂。 讓大家知道預告片如何用在短短的分量或三分鐘的電影。 今次我會將主題集中講香港電影,就是想講講香港電影音樂的情況。 我會用五個例子,讓大家認識香港電影音樂的發展。 今次我會提到幾個不同的關鍵字和概念。 包括關於香港電影音樂,也不能不提到關鍵字。 包括搖滾樂、粵語流行曲、電影主題曲、主旋律、主題旋律、改編音樂和羅勇音樂。 今次我會逐一通過這五個例子,將這些與電影音樂這麼有關鍵的關鍵字和大家講一講。 首先,我們先講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你會看到我畫本土電影歌曲的第一個功臣。 通常我們說第一畫得很厲害。 其實你見我一開始講,就是由七六年的半斤白兩開始講起的。 其實可以更早的,不過我想在七十年代初期, 包括有這個鬼馬雙星,屬於許氏兄弟的電影,帶動一種新的熱潮。 就是我們所謂的港產片,或是本土電影。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電影歌曲。 所以這裡我想用一部更加厲害的,就是當時票房很高, 很多人都會唱歌的歌,就是這個半斤白兩。 很多時候,在香港電影的普及文化史, 都會提及這個戲,或是音樂的歌曲。 其實我們都會問一問,其實在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電影是怎樣呢? 我想就是大家可能都會知道的一些我們說粵語片。 粵語片其實我們說的音樂的情況,通常如果我們大致劃分, 就是可能是一些戲曲片。 當然,戲曲片就是由一些南方粵語的戲曲為主。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電影裡面有一些小調, 甚至後期我們在六十年代也會有一些粵語的時代曲在電影裡面出現。 另一方面,在粵語片裡面有另一個很大的支流。 例如在一些時裝文藝倫理片裡面, 會發現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原創音樂的。 我們通常行內就說這些叫罐頭音樂, 即是一開罐頭可以馬上用那樣意思。 而在這些罐頭音樂, 有時候會用到一些古典音樂, 或者一些同代西方的電影音樂, 甚至一些爵士樂都會聽到的。 但回到七十年代, 剛才所說的, 正正是我們所謂由粵語片走入一個港產片的年代。 其中一定要提到, 就是當時七十年代很厲害, 由電視走入電影的許氏兄弟。 大家熟知的是許氏兄弟帶動了一些小市民、 打工仔的心聲在裡面。 事實上, 在電影裡面也同樣有這麼重要的元素。 亦因為這樣, 令到當時香港的觀眾很受落, 甚至我們說像現在所說的很貼地。 這亦開始了一個所謂本土電影音樂或電影歌曲的開始。 而這個開始, 正正由搖滾樂, 我們所謂的Rock and Roll Music開始。 這個原流也要回到五、六十年代。 這個搖滾樂在西方, 對於香港年輕的一代, 尤其是戰後嬰兒那群, 他們很喜歡聽。 而好像許氏兄弟, 許冠文、許冠傑, 他們這些除了有演出, 也有創作的人來說, 也都是他們流處血液, 因為他們從小都聽很多。 而加上在香港的成長, 說的是粵語, 於是就把這些元素化成了當時開始有的粵語流行曲。 我們說是把我們很地道的廣東話放在電影裡面。 包括我今天這裡選擇了, 就是講許冠傑主唱的同名電影主題曲。 我想同名電影主題曲也很重要。 就是說戲名叫半斤八糧, 歌名也叫半斤八糧, 整件事都是獨身訂造的。 所以在當時來說, 亦都令觀眾或聽眾, 是有一個很吸引, 或者是很深刻的印象。 而這些電影歌曲, 亦都是獨身訂造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 許氏兄弟, 因為他們本身也有一個兄弟群的默契。 他們整個成長經歷, 或者有時候我們看一些訪問, 也看到他們兩兄弟, 看著爸爸很辛苦工作, 其實爸爸也是一個打工仔。 於是令他們啟發他們, 很想將一些打工仔的心聲, 在他們的電影, 在他們的歌曲表現出來。 我們在這裡先看看一個片段, 就是當時半斤八糧的一個預告片。 裡面也有用到這首主題曲的。 我們先看看。 由他在這裡面要這樣, 我要讓人在這首相當中, 是在這裡面上。 通常出現的營造, 我們在這裡面要這樣。 これは假設錄像一集的。 他人在這裡面可, 他人在那種不尽視, 走到他在這裡面上了。 他人在這裡面上了。 他人在那邊的手機停止。 他人在這個場景點。 他是否有此理會的。 他人在這裡面上一名電視。 他人在這裡面上天, 是否有此理會的。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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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看到這裡 我想剛才通過的歌曲和畫面 其實我們很感受到當時70年代年輕人那種反叛的聲音 以及用搖滾樂、Rock and Roll Music,加上廣東話一些很貼地的粵語 來表現那種打工仔的心聲 以及剛才說搖滾樂本身是有一種反叛的精神 另外就是你聽到除了許冠傑的歌聲之外還有一些合唱 在背後即是在伴唱的樣子 這也是讓聽眾覺得這種合唱有一種團體性 有一種年輕人那種共生的力量 所以在當時來說是相當之吸引過當時的聽眾、觀眾 這個唱片都是大賣的 所以也可以看到這個也是正正我們所說的就是 就是當時的電影除了在電影之外 在那個流行曲樂壇 所謂的百花齊放 就是因為這兩者都是互相刺激到另外這方面的媒體 另外我們會看到其實好像許冠傑來說 他是由電視台走進去電影和唱歌 就是我們所說的香港所謂流行樂壇那種歌影視三妻的東西 而這樣的發展其實一直到八、九十年代 甚至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出現的 就是因為香港本身是比較小的 所以一個藝人如果他越多繁術 又會唱歌又會做電影 又在電視台又會很普及 這樣會令大家注目到更加高的 所以一個又懂得演出又懂得唱歌的演員 是很吸引的 好,接著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想說的是我們所謂的原創音樂 剛才我們說的是電影歌曲 很多時候說香港電影的而且確是歌曲是走得比較先 大家當問香港的電影音樂是怎樣 大家可能很快會想的是電影歌曲 但其實香港電影的原創音樂 其實一點都不差的 其實在八十年代甚至在近早年 在七十年代 其實香港的原創音樂的發展 其實已經逐步逐步成長 一方面可能是受西方的影響 另外也會發現香港的電影音樂 很多時候是由歌曲的旋律做一些變奏 但是真是純粹一個原創的音樂 都是有的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 在七十年代 尤其是我們向前一點 在七八、七九年 新浪潮電影的導演 其實都很注重電影原創音樂 反而這班新浪潮電影的導演 他們未必是用很多的歌曲 但是音樂的元素他們開始實驗很多 但回到八十年代 我們所謂的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 包括這裡我將會選擇了 就是八六年吳宇森的英雄本色 做音樂也是我們說 電堂級的音樂大師 顧家輝做音樂 其實在這個英雄本色 都能夠呈現到原創音樂的重要性 在八十年代 其實一些電子音樂 或者用一些Synthesizer 電子合成器來做的音樂 是很重要的 一來也是時勢楚吹 另外也是因為香港電影 在音樂的預算不是太多 所以用電子合成器有時可以幫他們解決了很多成本的問題 因為不可以用一些管弦樂團 但是出來的效果不差 我們這裡選了這個英雄本色 一開始大家留意一會兒的片段 就是那個主旋律 就是在表現電影中的主要角色出場 在電影中出場的時候 其實也很有氣勢 也因為是電子合成器做的音樂 我們聽到那種 好像也是帶動到當時 香港進入了新科技的年代 亦都是設合電影中的偽鈔集團 就是馬哥和浩哥 最初是很風光的偽鈔集團 我們可以待會留意一下 另外當然不能不提的就是主題曲 同樣也是找到電影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 張國榮主演浩哥的弟弟 他在裡面其實也是唱了一首主題曲《當年情》 所以整部電影除了我們聽到的 剛才所說的主旋律之外 還有一段就是關於兄弟情的一個舞台旋律 其實就是用了張國榮的主題曲《當年情》 來再做一些辯奏在電影中出現的 我們可以先聽一聽 文化集團練成的 會他做worth的位置 這樣說 feature就會 pricing 要聽你們的一定是不 Chapter 魂體的훤 我在幾天開 crystall procrastinate masuk in 再說 kindness 他有這段縞采納 我可以的請大家 警戒的事,而且最不喜歡就是警告人員的家屬是黑社會分子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會不會想到有這個大佬 你什麼都不知道怎麼做人大佬啊 阿堅,不要再叫我做阿堅,叫阿Sir 阿Sir,我沒做大佬很久了 阿堅,你怎麼做的? 我是小人的事,這樣還不買 你看這世界和郑的事、沒有人會跟隨 阿堅,你怎麼做他的事、仍然爲不讓無論你 要不讓人在走過,你做什麼? 阿堅,你怎麼做所以你怎麼做 跟著你的事? 阿堅,說阿堅,說阿堅,說阿堅 阿堅,說阿堅然後呢? 你敢打架打我,我肯定是王女,我身上 我肯定是王女他,他也是王女 同样的,他也决定是王女 决定是王女,我有信心 决定是王女,他也不敢看我 决定是王女1 00。 混帳中国,我一会放在一个 车中心 决定是王女2 00。 决定是王女3 00。 如果是王女3 00。 决定是王女4 00。 决定是王女同学,你家的王女7 00。 决定是王女3 00。 我想,我已經沒有了個弟弟,我不想連你這個朋友都沒有了 我就不想強制給你這次來打 你很喜歡跟他哭嗎? 我摔了三年,我等下一個機會 差點後來,不是要證明告訴別人我威 只想告訴別人我,見了他贏,我想自己獲分 現在時勢不同,如果不和我合作,你們根本沒有提到樓下 停手,有事馬上過 停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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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x 停手啊 停手啊 聽手啊 可能 笑著 聽 聽見書 高台望兩看高空 終於 青天又美麗見 勇著你 當著溫馨再勇言 心為憑 仲次機門 好 我們看這個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主旋律 剛才說是用電子合成 去做的旋律 其實是除了那個時代感 科技的感覺 另外也有一種很 江湖的男子氣概 我們知道這是80年代 有一個很經典的江湖片 英雄片 另外就是張國榮主唱的 《多年情》這首主題曲 這首歌 亦都在戲裏面有出現 以及做了一些變奏的旋律 每次變奏的旋律都會出現 一些關於他們三個兄弟 無論是有血緣 或者沒有血緣的兄弟 那種義氣 那種兄弟情 所以這種變奏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很抒情的展現 有時候會很激昂的展現 所以其實如果今時今日 我們看回吳宇森的這部電影 其實可以留意一下音樂的處理 而事實上這部電影當時影響很大 包括其他東南亞地方 亞洲的地方 很多觀眾 其中很喜歡看英雄本色 包括韓國的觀眾 當時很喜歡周潤發、迪龍和張國榮的電影 以及一些有槍戰的電影 如果大家有看過2019年 韓國有一部喜劇的電影 叫做炸雞特工隊 這部電影很多人看完之後 好像和一個80年代香港電影的喜劇感 事實上在戲裏面 但最後一場的確是有些很像英雄本色 最後是碼頭槍戰的戲 甚至他真的用了張國榮當年情這首歌 放在戲裏面 所以可以肯定這部戲裏面 導演多多少少是要向英雄本色致敬 好,我們接著說第三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在說愛情電影 其實無論在外國或香港 都是很一樣的 就是在愛情電影裡 都有一首很動聽的主題曲 這裡我同樣是選了80年代 1986年的《罪愛》 選了一部文藝片 導演是張藝家 做音樂的是盧冠廷 當時這部戲的主題曲 《最愛事術》也是讀新訂造 來配合這部電影 主唱也是像剛才所說的 演而優則唱 就是男主角林子祥唱的 作曲都是盧冠廷 填詞是潘原諒的 這首歌當時也是很Hit的 事實上香港樂壇裡面佔一席位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情歌一定是這個所謂 黃金年代一定是佔一席位 那林子祥的這首《罪愛事術》 當時也是唱得很Hit 也是銷量很強 就是拿很多金唱片 還是白金唱片 那這裏我想給大家看看 這部電影 這是當年的電影 事實上也是用這首主題曲 來作為宣傳這部電影 所以是很有意思 我們來看看這部電影 在世間沉溺愛裡 沉默你但求公主 願意共處半生都過去 他 gust的眼光 就是程恩 の大人 在世間沉溺 這裏映我 的 有 幾年前 大日 忍ines 那 我 呃 二 呢 卻有他在我內 為何離別 卻緣在相聚 為何你公開 又平淡似水 問如何愛 為何退去 何為愛 其實最愛只有誰 任每天 如無過去 淘汰 任何風吹 誰人是我 一生中聚愛 答案可死絕對 我們剛剛看完了 這就是張艾嘉的聚愛 剛才說了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也是林梓祥 唱這首電影的主題曲 這個 trailer 以電影的主題曲來吸引觀眾 其實某程度都在做一個協同效應 令到入戲院看電影的觀眾 當時當然是很多 一方面他們會認識這部電影 另外也認識這首歌 於是再加上其他媒體 例如電台、電視的宣傳功勢 當然會更加傷得益彰 說回這首歌 這部電影的出場是一個片尾曲 剛才我們說 《半斤八兩》作為一個片頭曲 來為電影定調 令觀眾知道一部電影 但這首歌出場 就是在電影最後最後 就是整個故事結束的時候 這首歌才出現 但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隨便說放在片尾的 因為在電影中 其實是說一個分外情的故事 一個男性和兩個女性 在電影中說的過程 都是在用女性的視點 去看這三個人的關係 一直都不知道 其實林梓祥飾演這個男主角 其實他在想什麼 唯一令到我們知道他在想什麼 其實就是靠這個片尾曲 讓我們慢慢通過 《半斤八兩》的歌詞 來到細味 所以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不是純粹是一個片尾 放棄片尾 它是有一個意思 觀眾看完整部電影 也可以通過這首歌和歌詞 好像也了解在電影中 沒有提供到 關於男主角的內心 在想什麼 然後我們看第四個例子 剛才我們有說原創音樂 有說電影歌曲 這次我們說的是一個改編音樂 這裏我選了在九十年代 一個改編音樂的經典 其實就是張君寧 張君寧 其實我們很早期已經知道 張君寧是和黃飛鴻 是扯上關係的了 因為其實在五十年代 我們知道胡彭導演一系列的 黃飛鴻電影 其實都是用了張君寧的 當然在當時來說 其實是一些我們說 罐頭音樂這樣運用 亦都是當時一些 武俠片 或者一些動作功夫片 用很多都是用罐頭音樂 而用的時候 亦都會用一些武俠的中樂 這種做法其實亦都因此 令到黃飛鴻和張君寧 扯上關係 去到1978年 《袁和平》拍的《醉拳》 都有用的 因為戲裡面 這個醉拳的男主角 就是成龍飾演的 他做的就是一個少年黃飛鴻 所以也有用到張君寧 亦都是用一個我們所說的罐頭音樂 放進去 到了90年代 隨刻的黃飛鴻就很不同了 雖然也是選了張君寧 但是他找了黃尖幫他重新改編 事實上在這部戲裡面 黃尖用了九球二虎之力 根據他的訪問裡面 嘔心溺血 如果叫他創作一個旋律 音樂 他反而更容易 要他把一個經典的張君寧 再改編 他差不多用了兩個月 在訪問裡面 但事實上他覺得 他沒有白費心機 因為他做了很多專研 很多研究 花了很多時間 而將當日的這些文樂 亦都是放在90年代 一些都不覺得過時 甚至是很配合當時很現代化的一種感覺 這次的黃飛鴻也很有趣 這部是我們說是古裝電影 雖然是動作片 但是唱的就找了林子祥 一向林子祥給人的感覺都是比較西化的 但他的聲音也是帶有西化的一種唱刊 演繹放在黃飛鴻的《張君寧》裡的主題曲 又出了另一種很熱血 很剛強 很振奮人心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先聽聽 然後就看看這個 黃飛鴻在90年代 黃飛鴻俓 黃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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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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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部電影的原創音樂是他一位很常合作的梅林茂 這個日本的作曲家來註冊 但其實整部電影裡有很多的內容音樂 而另一樣說王家榮也不可以不提的 就是很多人會說好的電影音樂是聽不到的 因為電影音樂是附屬於影像的 他不應該圈奔奪主 王家榮也是反其道而行 他不僅是聽到甚至是很厲害地聽到 所以每個人看完王家榮的電影 不會說我不是很記得的音樂 相反會覺得我很記得的音樂 所以這種屬於王家榮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其道而行 是成為了他一個很獨特的標記 再加上他的音樂很多時候都配合他電影裡面 角色的一些內心獨白 那樣東西出來的效果也是很好 好,我們在這裡不如看看他在2046裡面用音樂的情況 不是很獨特的事嗎 好,我們不想說好看 如果我那晚沒有撞到他 我就不會看回他的好媽 你怎麼會慘一會 之後亦都沒有2046這個故事 愛情其實是有時間性的 你以為你一發即行 但結果往往都是自視而非 我開始幻想自己是一個日本人 愛上了一個接近了的機械人 我曾經喜歡過一個人 後來他不見了 我去2046 因為我以為他會在那裡等我 但我始終沒找到他 你以為李生長的名字就是他 你很喜歡他是吧 我最喜歡你更愛的 我 rookie也會順著 我才會順著 你對我已經說了 你不喜歡我 不過他可以順著 我會順著 你的音樂 是嗎 好,我們剛剛看完這個2046的官方預告片, 其實這個預告片很好, 因為其實它就是把戲裡面不同音樂的類型放在預告片上, 好像做一個複雜的樣子, 我們再感受這套戲裡面出現過的音樂, 這就是王家衛的處理, 他可以把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放在戲裡面, 而我們覺得是不會有違和感的, 甚至是很統一的, 這就是王家衛的一種很風格化的處理, 甚至不只是2046, 甚至是其他戲, 我們都會聽到其實他的戲裡面, 又可以有拉丁音樂, 同一時間人有爵士樂, 又可以有一些廣東小調, 又可以有粵曲, 又可以有京劇, 古典音樂, 粵語時代曲, 或者是一些其他西方的電影音樂放進去, 而我們覺得聽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很舒服的, 很有一種氛圍, 好像建構了另一個電影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是一個聽覺的空間, 這個就是王家衛的創造力, 其實除了在視覺上, 在聽覺上, 也是很別出心才, 可以這樣說, 而事實上, 王家衛的電影, 其實很多時候掌控他這個音樂的, 其實就不是單靠一個作曲家, 尤其是他越來越喜歡自己去選擇一些他自己喜歡的音樂, 所以某程度上, 王家衛是一個電影的DJ來的, 有一個唱片騎士, 一個DJ來的, 就是用他喜歡的音樂, 帶大家在他的戲裡面, 來感受的。 好, 那我們接著呢, 是回到這個PowerPoint先, 所以呢, 我們說王家衛的電影音樂是聽得到的電影音樂, 而另一樣很重要, 我們說, 來用音樂是一些, 英文叫做, 一些叫做Pre-existing Music, 或者Pre-existing Song, 一些寄存, 一些已經有, 以往本身是已經存在, 在電影裡已經存在的音樂, 但王家衛的本事其中一件事, 他的確是通過他的電影, 將音樂延續一個新的生命, 變成一個Post-existing Song, 一個後來繼續延續一個, 甚至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又是一個很獨特的處理, 所以, 希望, 今天, 我通過五個例子, 能夠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一個關於香港電影音樂, 一個很, 當然, 不是很詳盡, 不過都能夠展現, 一個香港電影音樂, 一個小小的發展歷史, 讓大家也了解到, 由一個所謂本土的聲音, 電影歌曲, 和搖滾樂開始, 帶動到一種所謂, 演員也是唱主題曲, 慢慢也是一個原創音樂的重要性, 亦都是主題曲, 亦都可以在電影裡面, 化造很多不同的變奏的舞體, 在裡面出現, 甚至我們又可以看看情歌, 在電影裡面, 其實怎樣建構一個很浪漫的, 亦都是幫電影最後, 呈現了男主角的視點, 亦都我們看了這個改編音樂, 和內容音樂, 其實發揮的作用, 都是很厲害的,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會享受, 看電影的時候也會聽音樂, OK, 好, 拜拜!